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現在中共高層最關心的問題是什麼呢? 不是這次疫情到底有多嚴重 到底會死多少人,到底有多少人生病 不是的,他們最關心的是 疫情對於經濟的衝擊到底有多大 因為對經濟衝擊大了,經濟承受不了,最後垮了 那麼這個政權也會跟著垮 經濟危機會轉化為政治危機 這個簡單的道理他們都懂,所以說特別關心 疫情對於經濟的衝擊,所以前幾天 中國政協他們就召開了 組織召開了一個論壇叫做博治宏觀論壇 當然他們沒辦法把人聚到一起開會,互相傳染 所以這個論壇是在線上搞的 那就邀請了很多的專家 但是其中絕大多數都只能說是那個專頭的專家 比如說其中有一個姓楊的是政協委員 還是政協常委,據說也是個經濟學家 他就說這次疫情對於中國經濟的影響不是很大 它只是短期的,是可以恢復的 從長遠來看中國經濟向好 因為中國國力強,抵制後,這一點小衝擊我們承受得了 這個說話就是習近平特別喜歡聽的 因為習近平他的理解能力,他的希望也正是需要大家 用這種專家來給他增強 習近平他本來以前是想著2020年中國經濟還能夠有6%的增長 這次疫情來了之後,他也感覺到了肯定會受一些影響嘛 我們把經濟指標下調一下,下調到多少呢? 5.5,下調0.5個百分點 這不就是吃人說夢嘛,一個簡單的數學我給你們算一算 本來這次春節過後,復工的時間應當是2月3號 那現在已經是20號了,已經17天過去了 絕大多數的80%以上的企業還沒有復工 如果是算上服務行業,像餐飲、零售這些行業 那幾乎要達到90%的沒有復工 大家看看現在全國各地的那些城市 街上有幾個人在走啊,有哪一家商店是開門的? 不僅僅是武漢如此,不僅僅是湖北如此,全國都是如此 所以說這一大半個月的時間 經濟就幾乎是完全限於停頓了 那麼在這一段時間的停頓呢,會對於中國經濟的影響是多大呢? 對於GDP的損害是多大呢?至少是4%,4% 大家算一算,一年有多少個月啊?12個月 每個月只有兩個半個月啊,我們現在已經大半個月去了 就說至少這個GDP要往下調4% 那這只是說現在的這個硬性的直接的這個影響 那還有好多數不清的間接的影響 比如說在這一段時間,有一些企業扛不住就倒閉了 那那些農民工拿不到工資,他的消費力就減了 那還有一些甚至有一些白領他的房貸付不起 那麼最後他就必須得建賣房子 那麼整個房市又垮了 所以說這個現代經濟它是一個複雜的體系 那其中有一個環節出了問題,它就會引起一連串的反應 多米諾骨牌式的反應 那你第一張骨牌,第二張骨牌 現在可能已經倒了十好幾張骨牌了 那其他的根本沒有辦法倖免 所以說這一些專家 他就真的就只適合給習近平當智囊 那裡面很多專家都是這個中共中央的 或者是國務院的智囊都有這個頭選的 那其中也有一個人頭腦還算清醒 那也是中共的一個智囊叫做劉士錦 他以前是國務院經濟發展研究所的副主任 也是政協的一個政協委員,經濟學家 他頭腦算清醒,他是怎麼說的呢? 他在這個論壇上面,他說 疫情對經濟的影響還是主要取決於這個疫情時間的長短 如果是這個疫情控制在一月份 那麼影響的主要是消費 旅遊、運輸等等服務業 如果是二月份能夠控制 如果是他延續到二月份 那就影響就會擴大到生產領域 涉及到工業、農業還有建築業 這些主要的行業 如果是延續到三月份以後 那的影響就是長遠的影響了 因為有很多企業他執行不了合約 那個時候他說就會傷筋動骨 意思就是說這些契義就得倒閉了 整個國家的經濟就會受到極大的衝擊 就很難復原了 傷筋動骨就是說要想再復原 就非常的困難需要很長的時期了 這個人還真是跟其他的專家有一點不一樣 中共的這個立淘汰機制 雖然是淘汰了絕大多數的人 但是偶爾還能剩下一兩個頭腦比較清醒的人 那劉士錦就是其中的之一 實際上不需要經濟專家 有常識的人就能夠看得出來 這一次這個疫情對於經濟影響幾乎是毀滅性的 當然在這個疫情發生之前 疫情如果是不發生的話 這個經濟也是長遠看壞 因為它結構性的問題嘛 你想想中國過去這幾十年靠什麼發展經濟 就是靠殘酷的壓榨這個社會底層的這個勞動力 把他們的工資融為的降低 那麼把他們的工資降低了之後 他們的消費能力就不行啊 這個經濟就不能良性循環了 中共採取的是什麼解決辦法呢? 擴大出口用廉價的產品去佔領其他國家的那些市場 但是這總有個鏡頭啊 現在那些歐美發達國家的那些市場都已經飽和了 而且美國還有一些其他的國家已經開始在反擊了 不讓你這種像他們傾銷這些廉價的產品了 不讓你每年賺取這些貿易順差了 那麼現在它這個經濟本來就已經是難以為繼了 再加上這個疫情的衝擊啊 他就根本沒有辦法能夠倖免垮台 那這個劉士錦不是剛才說啊 如果是能夠在二月份控制的話 那麼還有點希望嘛 那今後再搞一搞深化這個改革啊 他也說到了要把這個人民的消費能力能夠提高啊 要建立一些醫療保障體系啊 讓人民趕消費啊當他們賺到錢之後 他們都敢拿出來全部花掉啊 那他其中有個前提就是說在二月份之前 在二月底之前能夠徹底的復工 但是呢他也說了要想在二月底之前復工啊 這個難度相當大 嘴上說起來容易他的原話 嘴上說起來容易要實施起來相當相當的困難 有很多的因素不可預測的因素 那其中一個最大的因素就是復工和這個防疫之間的矛盾 你一復工現在疫情還正在發展階段 那麼不可避免的這個疫情呢 又會有第二波的這種啊爆炸式的增長 那麼你這個復工啊暫時看起來好像是在救急 實際上是在飲鎮止渴 將來的麻煩會更大 將來會導致更大面積的停產 現在我們已經看到了這個好多地方復工的地方 都陸續的傳出了這種啊群聚感染了 那甚至是包括一些政府機構 像現在網上面透露出來的一個消息 就是北京西城區的有一個人呢 他是從大概是河南還是湖北老家到北京去復工了 復工高高興興上班 結果呢過了幾天就發現他已經中招了 已經被感染了 結果這個西城區呢 那個政府裡面就有幾十個人被他給傳染了 幾十個人需要隔離 而正好前幾天呢 那個北京市委書記蔡奇 習近平的馬仔就到那個西城區政府去視察過 所以現在蔡奇啊現在是生氣的不得了 但是你怪誰呢 是你要求下令復工的嘛 而這個症狀他又看不出來 他以前沒有症狀你怎麼檢查呢 你總不可能每個人都拉到醫院去用那個核酸試紙去檢查他嘛 你沒有這個能力啊 所以說他根本就不能怪別人 這是他們的咎由自取 那更妙的是這個蔡奇前幾天呢 還陪習近平一起出去考察過 跟習近平有比較近距離的這種親密接觸 這個真是太妙了 蔡奇現在也是自己一方面生氣一方面惶恐 生怕被他的組織給責罵了 但是呢怪不了別人 咱們這個扯遠了再說回來說到這個經濟方面 那麼像這種發展的勢頭這麼搞下去呢 那麼就一定會出現幾個結果 第一個結果就是會有大量的企業倒閉 尤其是那些民營企業 因為民營企業他們背後沒有這個國家銀行系統的支撐 他們資金周轉一段時間就會出問題 如果是生產不盡快的恢復的話 他們呢這個合約完成不了 那就會出問題就會倒閉 他們的那些硬性的開支廠房的出租啊 這個貸款的利率啊這些全部都是硬性的 所以說他一定要盡快復工 復不了到了3月份復不了大部分的人 那就會大部分的企業就會倒閉 而一些企業倒閉他會連帶其他的企業倒閉 所以說將來會有一個企業倒閉槽 那麼企業倒閉呢就會引起 這個失業潮倒閉了工人沒地方上班嘛 大量的人口會失業 那麼第二個這個連鎖的反應呢 就是金融壞賬會急劇的增加 這個金融危機會爆發 那有人可能說咱們中國不怕金融危機 因為我們是這個政府主導型的經濟 如果是銀行缺錢了 銀行的壞賬收不起來了 大家再印錢就給他們就好了 那你印錢印多了又會有另外一個結果 就是通貨膨脹嘛 那現在通貨膨脹已經開始顯露出這個苗頭了 隨著這個疫情的發展 隨著這個經濟的逐步的惡化 這個通貨膨脹最後會失控 這一次是徹底的毀滅性的打擊 對這個經濟是毀滅性的 那以前本來它的這個結構性的問題 會導致它毀滅 但是沒想到來得這麼快 來得這麼突然,來得這麼徹底 那倒閉了之後,經濟垮臺之後 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況呢? 大家只要參看一下90年代初期 俄羅斯的情況就知道了 俄羅斯那個時候通貨膨脹到什麼程度呢? 在幾年之內 它的通貨膨脹率就能夠讓貨幣貶值到6000倍 過去的6000個盧布後來變成只有一個盧布的購買力 這就是經濟毀滅性的崩潰之後所發生的情形 這個情形在中國出現,那是幾乎是百分之百的事情 那就是看程度了,如果是好的話 可能比俄羅斯的程度稍微低一點 沒有6000倍的這種貶值 可能只有3000倍、2000倍、1000倍 那也是非常非常驚人的一個經濟上的大災難 那麼這種貶值就等於是整個國家就休克了 經濟徹底的毀了,然後大家重新再來 先歸零,然後重新起步,而今邁步,從頭月 老毛說的,今後可能中國人真的要重新走這一步了 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避免的,要這麼來 那麼怎麼辦,中共他們肯定是隨著這場經濟危機 肯定是就過去了,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了 大家一點都不要懷疑 現在就是我們老百姓怎麼辦 中共那些高官他們已經找到了後路了 已經把大量的資產都已經轉移出國了 都已經換成了美元、歐元、日元、澳元這些硬通貨了 已經把自己的後路準備得妥妥當當 那當然也有一些民營企業家也已經準備了一部分 但是還有相當多的,相當大一部分民營企業家 還沒有走到這一步,那麼今後大家怎麼辦 普通的老百姓怎麼辦,我們前幾期視頻都已經講過了 最簡單的亂世,最重要的兩個字,活著 活著就是勝利,那活著靠什麼呢?就是靠糧食 有糧食就能夠活著,所以說大家就儲糧就好了 那這些企業家,這些大家所說的土豪 好,這裡絕對沒有貶低的意思,大家都是來自於民間的英雄豪傑 只不過是你們過去沒有施展的機會就是去賺錢去了 那麼你們有能力,儲存糧食對他們來講 這個活下去對他們來講不是一個大事 絕大部分人頭腦稍微清晰一點,他們絕對做得到 那麼他們想的是什麼呢?他們就想到今後怎麼樣發展 經過了這一波的大衝擊之後,怎麼樣能夠東山再起 這是大家關心的問題,那怎麼樣東山再起呢? 我在這裡給這些土豪朋友講一個故事 大家能不能夠從這個裡面得到一些啟迪 什麼故事呢?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有名的人物 藏國時代齊國有個貴族叫做孟長君,他這個人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是當時官當的很大,當到齊國的宰相 第二個是有錢,家財富有 所以說他手下養了很多很多的跟班 馬仔還有謀士,叫做蒙克,統稱為蒙克 據說他有三千個蒙克 那麼還有一個他因為他是貴族,所以說良田萬寢 他有自己的封地,封地上的老百姓都要給他交租 要交稅,所以說錢非常多,地非常多,人也非常多 這是他在全盛時期的光景 那他這個門客裡面就有一個叫做馮宣的投靠到 他投靠到這個孟長君的門下之後 孟長君有一段時間就想試一下 說看看這個人到底有啥本事,然後我量財路用 所以說有一天就跟他說,馮先生 我這裡有點事情要找你幫忙 馮宣說儘管吩咐,孟長君說 我的封地上面有一些人還欠我的債 那些封地上面的農民還欠他的債 說你去幫我收一收,我過去派了好幾個人過去 都收不上來,因為那些人實在是太窮了嘛 馮宣說這個好辦,然後就直奔他的封地去收債去了 那沒過兩天他就回來了 這個孟長君說,這麼複雜的任務你完成的這麼快呀 馮宣說是啊,他說你怎麼完成的 他說我把你的那些債券全部都燒了 孟長君說這都是我的錢,你怎麼能燒呢 馮宣就跟他講,說不要緊我跟您帶回來一樣東西 我跟您交換的會一樣東西 那孟長君說什麼東西呀,值這麼多錢 馮宣就告訴他,他說我幫您試意 那個試就是市場的試,意就是道義的意 也就是說我幫你把道義給買回來了 孟長君一聽說這是什麼交易呀 從來沒有聽說過把自己的錢灑出去 然後把道義給買回來的 但是孟長君人家好歹也是個貴族,涵養特別好 這個雖然老大不快活了,但是嘴上還是說 好,我知道了,先生您去歇著去吧 從今以後他就不想再用他了 結果過了不久,孟長君就被齊王 齊國的國王給炒了魷魚,不讓他當宰相了 失事了,讓他回到自己的封地上面去 那個時候那種亂世,戰國亂世 你一旦失去這個權力,那都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情 你如果是沒有自己的隊伍,沒有自己的地盤 那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情 孟長君失事了之後,手下的那幾千門客 絕大多數都是做鳥獸善 只有馮宣一個人忠心耿耿,背這個包 就跟他回他的封地了 那孟長君回到封地之後 突然就感覺到跟以前不一樣了 以前回封地的時候,沒有人來打理他的 大家只是怕他,但是並不愛戴他 這一次回封地,男女老幼父老鄉親 就成群接隊,夾道歡迎,單師胡講 孟長君一看,就感動壞了 說我現在這麼落魄的時候,我現在這麼危險的時候 是你馮宣,馮先生幫我找到了這麼一個根據地 讓我這個地方的人不會反對我 如果是這個地方的人也對我有二心 那我沒有立足之地了,那我不就危險了嗎? 所以說他從此以後對馮宣那就是另眼相看 那後來馮宣又幫他立過好幾次功 那我們就不表了 這說明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明在亂世的時候,錢是不管用的 官位也是不管用的 你官位現在再高,將來亂世一道天翻地覆 你官位就會被人家給奪走 你的錢也是不管用的,到時候經濟大崩潰的時候 人民幣成千上萬倍的貶值 你再多的錢到時候都是廢紙 開屁股都嫌太硬了,所以說沒有任何的價值 那麼什麼東西最有價值呢?人最有價值 你如果是有人了,那麼你這個權勢 你還可以再拿得到,官還可以再當 你如果是有人了,那些人還可以幫你再賺錢 你如果是有人了,你就安全了 所以說亂世最重要的是聚人 是把人團結起來,讓人跟著你走 那是最重要的 那過去的咱們這些土豪朋友 大家是豪傑,但是都是只是在經濟領域 有時候甚至為了賺錢,損傷了不少道義 現在正是把道義買回來的時候要4億 而且你買基本上是不花自己的本錢的 因為你這個錢你現在留著 將來也會變成廢紙 你為什麼不把它現在就花出去呢? 那人才是最重要的,剛才說了 哪些人才是最重要的呢? 那些寫小說的,那些搞音樂的 當然他們對社會都有貢獻 但是對這些土豪朋友來講 那不是最重要的人才 最重要的人才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可以將來幫你在經濟上 東山再起的那些人才 那現在要把他們籠牢住 現在你比如說你有一億 那至少要花出個五千萬出去 去籠牢這些人 那當然你有魄力的人那就花的更多了 最好是把他呀,花的幾乎不剩 自己剩個生活費就夠了 那個時候你的這個鬥義上的資源 你的人脈那就真正的建立起來了 這一批人在將來等到局勢安定之後 等到將來經濟已經歸零了之後 重新再開始的時候 這一批人會幫你迅速的崛起 那還有一批人 可能很多土豪朋友過去沒有注意的 就是那些有特別的政治上的報復 和政治上才幹的那些朋友 那也是非常寶貴的人才 那你們現在在自己的身邊去看一看 那有很多很多的這樣的人才 因為中共過去他們是把很多的人才 都已經排除了他們體制之外 已經讓他們埋沒在民間 這些人他們有見識、有心胸、有行動力 而且他們也有自己的人脈、有自己的兄弟 那麼跟這些人結交 將來會對整個的中國的局勢產生莫大的影響 你不要看他們現在可能處境不好 但是還是氣雨宣昂這種人 將來就一定會有機會做成大事情 將來就一定有機會在政壇上面崛起 那麼這些人你們發現了 就要把他們給籠絡好 將來大家一起上會幹出一番大事業來 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下次跟大家繼續聊 謝謝大家的收聽收看,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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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